大家好,在上一次的影片里面 我们使用了HTML的DIV标签 在我们的笔记里面来插入一个跳页的符号 有了这个跳页符号以后 在会出成PDF或者是Word档的时候 它就能够自动的在文件里面插入一个跳页 当文件的篇幅是比较长的时候 就会有这些跳页 能够来辅助阅读者能够有更好的阅读的体验 那今天我们再来介绍一个更加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使用水平线 也就是HR这一个HTML的标签 来让它当作是跳页的标记 这样子当我们在需要产生跳页符号的时候 只要很简单的输入三个或四个以上的简号 就能够让产生PDF的时候 自动就会产生出一个跳页的符号 当我们在编辑笔记的时候 它也可以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外观 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这边有被插入了一个跳页符号 以下我们就来看看 这一个使用HR来当作跳页标记的方法 要怎么来撰写这一个CSS 在HTML里面需要产生跳页符号的话 是必须使用这个样式 Patch Break After 只要把它的值设定成是 Always 当HTML执行到这一个标记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做跳页的处理 笔记使用了水平线符号以后 也就是三个简号 或者是三个以上的简号 它就会在HTML在Render的时候 它会自动产生成这样子的HTML的输出 也就是在最外面 在HR这一个标记的最外面 会有一个Diff 这个Diff有一个HR 跟CM-Line这两个class 因此外观就会使用这个HR class 来做设定 这个HR呢 就会来当作是插入跳页的 刚刚讲的这个Style Patch Break After Always的这一个设定 下面就来看一下 这一个完整的CSS是怎么来撰写的 以下就是这一个使用水平线 来当作跳页标记的CSS的撰写的几个重点 我们一样是使用Media查询 把CSS切割成是列表专用的 跟荧幕显示专用的这两大类 在这两大类里面 都会有HR的一些设定在里面 为了要能够在我编辑笔记的时候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跳页符号 因此在HR标签上面 把它设定成不同的颜色 要不然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个设定的话 它会使用预设的颜色来显示 这边是把HR水平线的上缘 把它变成是DASH的状态 然后是橘色的呈现 也就是目前荧幕上看到这一个 就是HR这一个HTML标签呈现出来的样式 就是橘色的DASH的一个横线 接着我们不想让横线占有整个宽度 因此宽度就把它设定成是50% 同时左边从中间的位置开始显示出来 因此它就会呈现在荧幕的正中央 然后是只有一半的宽度 在点HR标签的前面这个地方 就加上了一些文字 让我们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跳页的符号 就是使用这个content 把PageBreak这几个字 显示在整个横线的上面 可以来看一下 这个上面就会有一个PageBreak的这样子的一个横线 有了这样子的横线以后 虽然我现在是使用了这个水平线来当做跳页符号 但是如果笔记是需要横线的话 就没有办法使用了 在YAMO区增加了CSS Classes 增加了一个Eject的类别 也就是当笔记有Eject这个class的时候 它才会套用刚刚讲的这一些设定 如果没有加上这一个Eject的话 上面讲的这些设定就都不会生效 但是很可惜的是 列印的时候似乎Obsidian并没有遵照CSS Classes的设置 如果在这边加上了点Eject Classes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执行跳页 就会变成是一般的横线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Obsidian的小bug 所以如果真的需要跳页的时候 还是没有办法使用这个CSS Classes 原来我们的打算是这个样子 在我的YAMO区如果有Eject的话 才是要把水平线当做是跳页的符号 如果没有Eject的话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Eject给删除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水平线 事实上它就变成是一般的横线 在输出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不是跳页符号 只有有Eject这个CSS Classes的时候 它才会变成是跳页的符号 但是很可惜的是现在这个Media Print 它如果加上了点Eject 是没有办法正常的跳页 所以我现在还是只能这样子来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在Print的时候 如果碰到了水平横线 它就会产生跳页的处理 我们来产生PTF试看看 可以看到我们跳页符号在这个地方 它就已经产生跳页的一个处理了 表示这个HR在Media Query里面的这个HR 它就有正常的生效了 画面也可以很正常的看到HR水平线 今天就是介绍了更简单的HR的这个方法 让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在Obsidian里面 来插入跳页的符号 今天这个内容感觉不是在讲Obsidian 是在讲CSS 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在操作Obsidian的时候 能够有更加轻松更加方便的一些操作的体验 以上介绍水平线当做跳页标记的方法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在Obsidian的使用上有帮助的话 请记得订阅、按赞、分享 谢谢各位